文昌国小的学生们 透过田园教学课程 种植了许多蔬菜 为了将这些蔬菜研发新料理 也特意邀请到 蔡嫩珠与马淑贤两位女士 远从高雄前来教导学子 制作润饼 特地请她远从米头上来 配合我们田园的教学的课程 用润饼 然后包上我们在地文昌国小 他们小朋友自己种的蔬菜 然后再这样在地的食材去做研发 让她亲手来制作润饼皮 然后呈现在餐桌上 我的润饼是没有什么特色 古早味的而已 都古早的风释做的而已 我没有像人近现代 都变什么色 什么色我没有啦 都原来而已 孩子们第一次亲手制作润饼 从饼皮制作开始 个个也都是手忙脚乱 但透过两位女士的指导 孩子们也都学会如何制作润饼 并希望能够做给家人品尝 一开始就做要做那个面皮的时候 就感觉那手很黏 然后我们做完就放进去那个铁板 觉得自己做润饼很好吃 跟那个自己家人做的不一样 学会了 我想要做给妈妈吃 因为妈妈平常都很辛苦的 在帮 在为我们工作赚钱 参认朱与马淑贤两位女士 能够特意到访陆骨香 教导文昌国小学子制作润饼 先预言吴瑞芳感谢两位女士的辛劳 并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将在地食材 结合润饼 制作出创新美味的料理 非常的好吃 我们今天也感谢马大帝和蔡大姐 来教我们这些文昌国小的小朋友 轮饼稿 口感做起来 真的非常的跟外面就是不一样 非常的好吃 让他们能够学了一技之长 我们以后可以用我们这边在地的食材来做 议长和宋峰肯定课程规划的用心 也感谢两位女士不远前来教导学子 并取许孩子们学会如何制作润饼后 能将在地食材融入其中 制作出属于地方特色的润饼 分享给更多人品尝 记者卢瑜凯入股采访报道